好了,大家好,欢迎你又来到这个协欣的BangBangChannel 今天我为大家讲解的就是一条HKCE2008年的Paper 2第19条的MC 好了,事不宜迟,先找一下我的题目 它就说在Figure里面 Volume of the Right Pism is 究竟是多少 即是这个叫做直立角柱体 它的体积究竟是多少 好了,事不宜迟,拿一张单行纸出来再说 其实现在这些科技都很先进的 按过按键,幅图都出回来的 而且我加工作了 首先我和你游了这个部分,叫做橙色部分 这个平面就是橙色 这些粉红色部分,其实条条边都是6cm 好了,而事实上我会怎样计呢 资料够了,我一来我立即写 就是,如果你让我做这条 我立即开中名义写这句 就是The Required Volume 中文就叫做所需的体积 因为它一开始就叫你计这个东西的体积 对不对 那会等于什么呢 你给我吧 我首先会计算这个体型面积 即是橙色的面积 对不对 橙色的面积当然就是上底就是5 再加下面的底就是11 再乘上高,高当然就是这里 是吧 高就是8 再除2 可以吗 这个就是橙色的部分 所以我拿一支橙色的 highlight 让你更方便一点 知道我正在做什么 这个就是橙色的部分 那我先油了它 对 对 好 那橙色的部分就是这个 就再乘上什么呢 那当然 这块我给它一个中枯弧 那比较好一点 好吗 这块橙色的部分 就再乘上整个东西的高 就是粉红色的部分 就是你幻想一下 你将这块橙色的平面 对不对 将这块橙色的平面 就整块沿着这些粉红色线 整块怎么 向前推出去 向前推出去 看到吗 即是垂直地向前推出去 那推了6cm 那你就整个folium 已经出来了 整个立体的体积 就出来了 是吧 明白我在说什么 所以这里乘上6 那当然6这个 刚才我都说了 就是粉红色部分 对了 就是 就是个高 底面积成高 主体的体积就是底面积成高 所以在这里按摩的情况下 这个最后答案出来 就是384cm OK 好了 看看有没有这个答案 304cm 好 整个答案当然就是C OK 好了 看看大家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OK 好了 多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话 我们再见 拜拜